大家好 我是振兴医院身心科的原委医师 常常有人问我说 我这样子是不是忧郁症 比如说我不太快乐 或者是什么事情都提不起劲 那忧郁症到底是什么 很多人对这个有很多的疑问 又好奇又害怕 所以今天我们来讲讲什么是忧郁症 第一个忧郁症跟忧郁情绪要分开 也就是说人都有喜怒哀乐 忧伤其实是一个人很正常会出现的情绪 可是当忧郁症的时候 就是不止只有忧伤的情绪而已 不只是对什么事情比较悲观 它其实有很多的症状会表现 我们一般会把它分成情绪的症状 身体的症状 还有认知的症状 就是认知就思考 比如情绪症状部分 包括刚刚说的忧郁情绪 闷闷不乐 好那另外一个就是 对什么事情都提不起劲 好比如说我本来是一个 至少我周末会跟人家去聊天啊 别人约我蛮开心的 我现在人家说什么 不要好烦我都不想出门 好这个就是对事情失去兴趣 那这个是情绪的症状 那也会有一些生理的症状 比较常听到像是失眠啊 或者是吃不下东西 可是像在现在社会 尤其是年轻人 他的症状其实不见得是吃不下睡不着 其实还蛮多人是睡很多 整天都在睡觉 都睡不饱这样子 那另外一个就是多吃 类似爆食这样的状况 吃不饱没有饱足感 就是下班就只有吃东西 下课就是吃东西 食欲跟睡眠的需求改变 这个也有可能是犹豫的症状 整天很疲倦也可能是犹豫的症状 很类似刚刚说睡不饱 时间其实看起来是够的 好像也都看他打呼啊 可是怎么整天都提不起劲 拖着脚的走路啊 讲话慢条思理的 就是很慢啊 没有元气那种感觉 那这样的症状在一般人很容易出现 在年长的老人家也很容易 更容易出现 在老人家的部分 他们其实那个年代是没有忧郁这个词 或是这个概念 所以当他们不舒服的时候 其实通常都是用身体的症状表现 说他整天都就跳门 每天都很累 都睡不饱 这个是常见的症状 好这是身体的部分 包括食欲 睡眠 跟这个身体疲惫 那还有这个思考的症状 思想上的 认知上的 比如说对事情都很难做决定啊 以前看他很明快 现在你叫他选吃什么东西 他都要想半天 那比对事情都很负面 比如说我们最常听到什么一杯水 他看到半杯水 还是看到半个空瓶子 或者日常生活中 比如说看现在的疫情的新闻好了 有些人就觉得完蛋了 社会快毁灭了 好有些人就觉得 就大家都说轻症嘛 那还好啊 生活可以造就 不光是在对单一事件啦 他这个负面其实是 在很多事件上 不是只有像疫情这样特殊事件 他看自己也会很负面 所以稍微发生一个什么事情 都是自己解错 都是自己没有做好 或者是他看未来 觉得自己将来都没有希望 完蛋了 好那我将来怎么办 我是不是会找不到工作 是不是我的人生就这样子了 好所以甚至他对别人 对他看法都有很多很负面的假设 好人家看他一下 可能老板经过瞄他一眼 可能老板自己在想别的事情 他眼神只是飘过 他就会想说 是不是我做错事 做我不够好 老板不喜欢我等等 好就是什么事情都往负面想 负面思考 这也是忧郁症的症状之一 而且是蛮全面的负面思考 政治会有想不开的念头 那当然事实上 忧郁症的人都会 几乎都会想不开 可是不见得代表 我要想不开才是忧郁症 刚刚说有很多其他症状 好所以有时候病人跟我说 我都没有想不开 那我应该不是忧郁症吧 其实不是 忧郁症症状很多 像刚刚讲的那些 可是那一旦有想不开的念头 第一个也不要太紧张 好因为很多人在很负面 久了一段时间之后 就事情都觉得没有希望嘛 他会觉得 走了就 如果生命就这样结束了 也没有什么关系 好这不代表我要去自杀 这是两件事情 可是当然严重一点拖久一点 有些人真的就会开始想 那我要怎么走 比较不会痛 好不要怎么走 比较好看 怎么做 比较不会给家人负担等等 等到我们开始有计划 那这个危险性就比刚才我说 如果突然发生什么事 我走了其实也没有关系 严重程度当然不一样 那再严重一点 可能就是真的去执行 好不见得成功 可是他可能开始割碗啊 可能开始藏药啊 他没有真的吞药 或者是他尝试吞个10颗 暗命药 虽然不会死 可是他开始有行动 那危险性就再高一点 好那我顺便提醒一下 其实当周遭人有想不开念头 尤其像青少年 或是老人家的这个想法 然后家人带来看 有些家人很怕我去问 我问说会不会想不开 旁边就说 你不要问这个 你不要问这个 好像谈这个事情是很忌讳的 有些人甚至说 你这样讲 他就会有这个想法 其实不是的 优移症很多人都有这个想法 而研究发现 当我们能够把这个想法讲出来 甚至透露 其实这有点像是 透露一个讯息 让他知道 让人家知道我真的很不好 当我能够这样讲出来的时候 其实反而那个自杀危险性 跟那个焦虑指数是会下降的 所以不要害怕 不是我整天去谈怎么做 或者整天在谈 我想死活不下去 而是说当 这个人有透露这个想法 我们去关心他 让他讲 其实是没有关系的 还有 忧郁症比较严重的时候 可能会出现 我们叫精神的症状 比如说 坑士出现幻想或是幻听 比如说觉得 刚刚说这个 有些人会觉得 别人是不是都不喜欢他 看不起他 可是当时到忧郁很严重 到妄想程度 他会坚信这件事情是真的 人家眼神就是在瞧不起他 或者是他讲什么 好像就在讲他的坏话 这有可能是忧郁症的症状 严重的时候 那在老人家 他有可能出现身体的妄想 觉得他身体其实没有疾病 他会跟你说他身体烂掉了 他身上有一个 像我们有洗肾的病 有些长辈洗肾 他对洗肾有很负面的概念 一旦发现要洗肾 他就觉得完蛋 就开始忧郁 好 然后他甚至会觉得 他的身体烂掉 他的伤口烂掉 他的楼管出事了 其实都没有 或甚至有些人觉得 他器官有个部分没有了 或觉得他的生病是好不了 得了一个疾病 是全世界都找不到 然后只是 或者是家人没有告诉他 其实是重症 这些都是到了妄想程度 也有可能在这个忧郁症里面会发生 那忧郁症常会跟另外一个词 叫躁郁症会有点搞 就是大家会搞不清楚 到底躁郁还忧郁 好 那其实在忧郁症 因为有忧郁症 除了刚刚说忧郁的情绪 有些人是表现在抑怒 他没有忧郁 他就是发脾气 那人家就会以为他是躁郁症 其实不是的 发脾气抑怒 本身就有可能是 忧郁症的一个症状 有些严重的忧郁症 还有可能会 整个人变了一个人 然后譬如说整天很急躁 一直要做那个做那个 然后可是他 都有点像五头苍蝇 不知道在在干嘛 或者是相反 整个人动作变得好慢 像竖他这样子 没有做什么 脑袋也空空的 也不太想动 也不太想吃 整天都躺在床上 我讲话都有其美丽 这有可能是忧郁症的症状 那我刚刚讲了这么多 里面如果大部分都有 我们不用顺序算几个 算那么真的去用标准 我想那个问医生就好 如果刚刚讲这么多症状 其实我每个听听 好像都有一点 那可能就符合 那重点是 这个症状不是今天一天 明天就好了 那这样就不到忧郁症 原则上大概 要一段时间 比如说两周的时间 而且这两周里面 大部分时间都是处于 这些状态里头 而这些症状影响到 我们生活功能 包括我对什么事情 没有兴趣 所以我都不太跟 叫朋友互动了 朋友变少了 不太想上班 像青少年可能就拒学 这有可能 影响到他日常生活 影响到他学业 甚至影响到 因为不能专注 可能影响到他的 这个工作能力 这些就是影响到生活 那我们就会认为 他可能是得到忧郁症 一旦准断是忧郁症之后 现在其实治疗方法很多 真的是忧郁症 而且其实影响 生活功能很多 我建议还是要药物治疗 很多人很怕 药物吃了就吃一辈子 或是上瘾 但这个要大家 就是要矫正一下 大家观念 忧郁症本身这个治疗的药 抗忧郁剂是没有上瘾 上瘾的问题 可是很多人他不想吃 抗忧郁症他就吃镇定剂 或安眠药 因为很多人失眠 很多人烦躁 一次下镇定剂 马上就改善 他说那我吃这个就好 可是这个药就是会习惯 会依赖 所以越吃越重 而且还会变得反应比较慢 肌力比较不好 那个药材会真的 造成长期的影响 会变得顿顿的 也会有依赖性 那刚刚说治疗 其实有很多方法 药物选择很多 然后就是以抗忧郁剂来说 现在药物也越来越多了 有些抗忧郁剂 它可以帮改善失眠 有些抗忧郁剂 改善我们的思考 忧郁剂严重的时候 其实有可能会让人 别的觉得顿顿的 尤其在老人家身上 他的认知功能会看起来 有些人会看起来觉得 以为他失智症 可是突然发生 比如说先生过世以后 突然人就失智了 其实失智不是这样 失智是慢慢的一个过程 所以突然失智 突然看起来像失智 很有可能 是忧郁症的一个表现 所以药物的选择就很多了 也有些药它主打 是它不太跟其他药物 有交互作用 比如说有些人 他有在吃很多 内外科疾病的药 那他可能有忧郁症的药物的选择 就是特定的 这个是药物部分 那生理性的治疗 除了药物现在还有这种 重复性的进入磁刺激 这个重复性的进入磁刺激 技术RTMS 其实也是这几年来 蛮被认可的一个 忧郁症的治疗方式 我常讲比方啦 就是它有点像是 吃药有点像是 你给这个脑细胞 一个很好的环境 它这个脑细胞活在 一个很平衡的状态 它脑细胞活性就比较好 好 那RTMS 进入磁刺激 它就是直接刺激脑细胞的 让脑细胞活性变得更好 那用在这种 我们一般是用在比较 治疗了吃过两三线的药物 效果都没有很好 没有直到达完全的好起来 可以使用RTMS 那另外就是 有些人他真的不喜欢药物 药物的负重很大 那他也可以考虑用这个 重复性的进入磁刺激来治疗 好这是生理性的治疗 那当然有心理治疗的部分 嗯 忧郁症其实一定有原因 好 就跟其他的疾病 当然有一部分 可能是天生的体质 好 就是有些孩子生下来 比较多愁善感一点 好 从小就闷闷不乐 爱哭 生下来就爱哭 有些人就不太哭 爱笑 体质部分我们没有办法改善 好 可是 呃 有一些东西是可以改变的 好 比如说我们思考事情的方式 其实在我们人看事情的方式 其实是 每个人是很不一样的 那这个不一样怎么来的 好 比如说 同样面对疫情 有些人就会把他觉得 完蛋了 或完全不能出门 然后不出门以外 他也不敢做任何的事情 他也不敢打疫苗 因为新闻说疫苗很可怕 那有些人的处理方法就不一样 好 他什么东西有效 他就积极去做 积极打疫苗 好 准备好防护 他尽量要生活维持在 呃 这个尽量接近他平常生活的状况 就是同样面对一件事情 每个人的看法 他的解读 他回应的方法是不同的 呃 忧郁症的人 在 呃 变 有些人是 就是他因为他成长的过程中 他造成他思考事情都比较没有安全感 比较容易自责 觉得别人是自己的问题 比较不敢去表达自己的想法 这跟他成长的经验可能有关 好 比如说有些人他会 我们平常还蛮常见到 很有责任心的人 好 他想要帮助很多人 可是他自己很怕成为别人的负担 所以他的角色永远是在帮别人 可是他当他自己有困扰 他自己太累 他不敢开口 因为他不想要拖累大家 好 所以别人可能会觉得他好开朗 他很乐意帮人 可是他其实内在可能累积了很多很多的压力 是没有被处理的 那这样子人也很可能犹豫 好 那 所以他有很多很多的可能性 研究发现 比如说你成长在比较负面因子比较多 比如说父母亲给的支持比较少 或者是暴力的家庭 甚至会侵害孩子的家庭 这些经济状况不稳定的家庭 常常搬家等等 这些都有 或父母亲的情绪不稳定 或父母亲有精神疾病 这些有可能都会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 可能造成一些负面的经验 而导致将来他面对压力的时候的一些想法 跟回应的方法比较没有弹性 那这个也有可能造成忧郁 那这个部分 为什么花这么大篇幅讲这个部分 因为这东西可能是心理治疗可以带来的改变 好 你想我们吃药其实不太 吃药可以让我们压力减少 我们感觉不用一直处于那个愤怒啊 忧质上的状况 可是吃药改变不了 我们看事情的角度 所以这个心理智商的这个过程 就会发现原来我们看这件事情 我觉得那么糟 除了他真的糟以外 好 比如说我觉得他十分糟 可能事实上客观来讲 或别人来看 可能他觉得他只有三四分糟 好 我们会发现自己在看事情角度上 或许有一些些的偏颇 好 除了这个以外 那我们就去探讨为什么会偏颇 跟我过去惯性的一些思考的方法 那思考习惯有没有关系 比如说我每次听到有一个想法 我就会把他 我们叫沾在心思考 想到最严重 或者是有一些我们叫一篇概全 好 比如说这个人他某些事情 有些个性很讨人厌 我就把他归类坏人 我再也不跟人接触 好 如果我们有一篇概全 看人看事情 那可能我们看事情角度都会比较极端 那这些思考也可能会造成我们忧郁 所以透过心理智商心理治疗 可能可以改善我们看事情的角度 或至少发觉 原来这件事情我觉得那么糟 让我这么忧郁 可是其实可能是因为我自己的想法的一部分的偏差 而造成的 那试着去调整自己想法 或理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思考 那下次有类似事情出现的时候 我可能不会马上用十分去想这件事情这么严重 因为我知道 原来我自己带了六七分 那我在这个六七分的判断上面 我可能可以做一些调整 那我每次看到新的变化 我就不会一下就跳到最糟的结果 那这样也可能可以改善忧郁 所以忧郁症治疗有生理性的 包括药物跟鸡肉齿齿劲 也有心理性的认知治疗 好 那当然还有有时候忧郁跟家族的互动 家庭的互动有关系 我想这几年大家都很清楚 情绪勒索这个字眼 那有的时候一些不光是情绪勒索 家庭的互动有时候是蛮僵化 因为几十年来都是这样子 而这个僵化下对每一个人都有影响 是我没有发觉的 所以透过这种家庭的治疗 它也是心理治疗的一部分 也可能会有帮助 尤其在孩子还小 或是青少年有行为问题的时候 家庭治疗可能是帮助会蛮大的 第一个很重要是 优异症是会好的疾病 治疗的选择这么多 只要我们愿意调整其中的一部分 我相信不管会不会痊愈 很多人是可以痊愈的 只要愿意转弯路都走得通 所以不要放弃治疗 那有的时候 有些人他吃药吃一段时间 他觉得没有效 那就不去看医生了 事实上药物有很多选择 可能有对某些药有没有效 可能对别的药有效 有些药不舒服 对其他药就可以适应 然后医生看医生有时候也要缘分 有你觉得这个医生听不懂你讲话 不舒服 不代表每个医生都是这样子 所以多给自己一点尝试 当然我知道很辛苦 因为忧郁症本身会让人很疲倦很烦 所以对很多事情没有动力 所以你还要去适应药物 跟适应新的医生 那当然是很辛苦一件事情 可是只要记得这东西会好 我们只要愿意付出一点代价 后面的结果是很好的 好那很多人说 那我不要吃药运动 可不可以治疗忧郁症 那当然就看严重程度 运动一定对忧郁有帮助 这个是一定的 比较严重的忧郁症 很多方面都影响 是不是只靠运动就解决问题 有时候我觉得未必 甚至我们也有病人是跑马拉松的 他因为忧郁症开始跑马拉松 可是他生活就只剩马拉松 家庭也不管了 然后工作也有一些地方请假 因为他去国际赛事 那这样好像也变成一种逃避 也不见得很健康 所以我觉得忧郁症是可以治好 我们可以讨论看看 到底哪些东西我们可以做调整 哪些东西真的不能调整 那我们怎么去适应他 就记得这个是有希望可以治好的疾病